欢迎您再次收看 给你点上新灯 今天我们节目就再来看 2009年元月6号 连生活佛清临台北 关心各个真佛宗的道场 接近傍晚时分 慎尊佛驾来到了 庄严雷藏寺 同样的这里人潮满满满 使我们能深刻体会 只要连生活佛清临 再大的雷藏寺也不够大 现在我们就来看 当天的精彩实况 感谢观看 我問一個利所有生寶最有利的問題 那個師尊什麼時候可以很順利的 把老人員蓋起來 人都會老生老病死 那麼這四個都是苦 那麼老苦呢 的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是自己這樣子覺得 很多老人都需要照顧 那麼老的時候 以前我母親在的時候就跟我們講一句話 我們講說你怎麼走路這個樣子 或走路太慢 她就講老了你就知道 那你怎麼要戴這麼重的眼鏡 她也回答說老了你就知道 什麼事情年輕人不知道 老了就知道 所以老人員的確是需要的 像我們現在啊 常常唱一首歌 就是明天會更好 那是不一定的 那是明天會更好 這個是不一定的 明天會更老 是一定的 是一定的 像那個在這裡的莉莉法師啊 莉莉法師啊 莉莉法師 他排行老二對不對 他八八是以他為榮 認為他長的是最漂亮 長得最漂亮 看以前沒有出家的時候穿旗袍 穿旗袍 在銀行裡面做這個副總裁 副總裁的時候 真的走出來很亮眼 我們現在我剛剛從那個 台北車站下來的時候 看到一個那個什麼 家旗文化還是怎麼樣 有一個什麼旗文化 旁邊畫一個這個肖像 它底下一個簽名 是林志玲 林志玲 你找到林志玲 我找到林志玲 我找到林志玲 不好意思 你找到他 我會看 哇林志玲 我給他看一下 是 看 看 人啊 其實有時候你學了什麼東西 學了什麼東西 學的再高再高 不如一個臉蛋 但是你這個臉蛋能夠永遠的保持住嗎 能夠永遠的保持住嗎 這是一個問題 老了就知道 所以今天問老人宴 我認為老人宴是應該要蓋 應該要蓋 但是呢 在這個現在目前的社會 社會裡面 大家要曉得 你要建一個老人宴也不容易 建一個老人公益也不容易 這一個平常的這個中等的這個老人宴 沒有醫療設備的也不容易 在設備有醫療設備的更困難 這個必須要大家同心協力去做 另外老人宴什麼時候可以建成呢 這個社會非常的複雜 可以說的 你說何時可以建成我還要去 哈哈哈哈 有苦人說嗎 沒有我覺得我還是很有信心 專業人家對世尊有信心 對我有信心 不過我告訴大家 任何一個事情 現在目前要蓋老人宴 跟法律事行 跟法規是有關聯的 有關聯的 大家要注意一個法律問題 一個法律問題 然後跟人家簽約也要注意 一個白紙黑日的問題 白紙黑日的問題 有時候 花了很大的力量 但是所回報的 就不是這樣 因為法律上的問題 白紙黑日上的問題 大家都要注意 將來要蓋老人宴 注意法規的問題 注意法律的問題 注意白紙黑日的問題 通通通都要想得非常的周到 這樣才能夠見錢 不然會吃虧 老人宴是需要的啦 因為我們生活中 這個年輕一代的出家人 不管你出家人或者在家裡 大部分都漸漸的老化 漸漸老化 師尊本身以為是自己還很年輕 還感覺到說自己本身很年輕 其實也不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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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一次看喔 看那個什麼 那個海角七號那個 那個冒婆 人家參加冒婆 我才有年三呢 她看起來很老 冒婆六十幾歲 六十三年齁 六十三啊 我六十五啊 她笑了 她笑了 她笑了